太子身为国家下一代的领头人,不舒服武双拳,绝服武车,至少也是人中龙凤,可明朝的一位太子虽然是皇帝的长子,但因为母亲出身被威,皇帝始终不待见。 这个可怜的太子,就是后来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朱长洛,朱长洛一五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月一六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,及明光宗一六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月一六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位,明神宗朱一君长子,母亲孝敬皇后王室,明朝第十四位皇帝,年号太昌,仍在位仅一个月,故又被称为一月天子。 朱长洛是万丽私下林姓一个宫女王室生下的孩子,虽说万丽老人家也是宫女的儿子,但万丽比他爹龙庆还不厚道,龙庆虽然是个七管年,但他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很上心的。 万丽小时候没被好好照顾,是因为他爹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儿子,而万丽则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还打死不认账,要不是宫里有专门的太监掌管起居住, 记录着皇上的一言一行,朱长洛估计永远都不会成为皇子,成为皇子还没完,这才只是悲催命运的开始。 由于万丽实在不想认这个孩子,于是就采取了放养的措施,完全不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,真是个恶劣的父亲,因为不受宠爱,朱长洛婚的,还不如一般富贵人家的子孙,就比普通老百姓好在恶不死而已。 在宫廷里朱长洛处处被欺压,哪怕是个太监也敢来欺负他几下,虽然朱长洛不卑万利看得起,漫朝本武大臣或许也没什么特殊意思,就是本着他是长子,所以就该拥护他的理念。 在朝堂上支持着朱长洛,奈何皇上始终是最终发话的人,而且人家家事,掺和已经很过分了,更别提决定怎么做了。 就这样,朱长洛唯唯诺诺的活在繁华的监狱,受着苦难等待未来,按照律法,无论母亲出生如何,长子就当律为太子,况且母平子贵,母亲的出生已经不是多么的重要。 但万利这思想拉赵夫人,一拖再拖,他的宠妃正是都生了孩子了,朱长洛还没得到拥有的名分,甚至连书都没人教他读,平常人家七八岁上司书已经算晚的了,朱长洛直到十三岁才开始识字,这个皇子当得真是可怜,等到郑贵妃的孩子都开始读书了。 朱长洛还是文盟一个,当时满招文武都,觉得此时有见妥之处,纷纷上述劝诫皇上,让朱长洛当太子并教他读书,万利这不肯了,他朱长洛不过是个意外,谁想负责啊,我心爱的宠妃都生了孩子了,为什么不利我喜欢的孩子呢? 于是万利年间最长的一场斗争开始了,无数人因此点管,屏障,流放,尽管明知皇上不喜欢,还要拼命的上书,并以此为荣,朝野上下的反对也压抑到了一个限度,万利又搞了一个缓兵之计,立敌不立场,这次没能护挪过去,恰巧大后也认真了,别问万利为什么一直不肯利太子,万利随口回随说。 不过是个宫女的孩子,这下万利算是把人都得罪权了,因为太后当年也是宫女出身,这句话不仅骂了王室,还骂了太后,万利再也撑不住了,这才封朱长洛为太子,朱长洛出身皇家却深受其害,万利的不负责任,也毁了朱长洛的童年。